而現在炎炎夏日 太陽很毒辣 如果小朋友想到公園裡面玩油具 一摸實在 溫度太高 太燙了 用溫度計實測大約都是45度起跳 家長們擔心孩子們玩的時候 會因此燙傷 玩之前 一定要先試溫度才行 先用手試試溜滑梯溫度 實在好燙 想玩就怕女兒燙傷 跟女兒溝通後決定改天再玩 戶外飆高溫 實測公園油具 溫度高的嚇人 就算現在雲量比較多 但是戶外溜滑梯曝曬了一整個早上 其實摸起來的溫度還是相當的高 我們現在來實測 其實它都超過45度以上 兩年以前實測結果不是48度 就是41度 除非等太陽被遮住 這時候的蕩鞦韆實測 跟人體溫度差不多 極端高溫不只小朋友受不了 有研究指出氣溫超過31.5度 心血管疾病風險就會增加 將近百分之三十 每上升一度 心血管疾病死亡風險 也會增加百分之三 溫差越大 猝死風險越高 特別是年長或慢性病患 更要留意 如果它是很嚴重的 屬於熱中暑 合併熱休克的族群 這些人 當然他就會因為是熱的 本身的主因而導致死亡 高溫下 一不小心沒有察覺到熱傷害 像是心跳加速 呼吸急促 頭暈等 這要趕緊降溫 而且要防脫水跟電解質失衡 避免熱衰竭 甚至死亡率高的熱中暑 記者臨時到黃紫芬 臺報導